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片名让我怀疑他是不是中系毕业了 然后就是13年 以大约2000万人民币的成本 金炳佑自编自导出《恐怖直播》 上运后大获成功 最终吸引了超过500万人次的观影 位列年度第八 金炳佑也拿到了青龙奖最佳新人导演 不过这位老兄此后却消失了 直到2018年 直导动作片绝地碎战 但口碑与票房都不理想 《恐怖直播》是一部非常典型的 Thriller惊悚类型片 可以说是照着模板玩心填扣 全片共97分钟 起程转合精准到每一秒 空间被压缩在一间演播室中 此创意应该是借鉴了2002年的狙击电话亭 何正宇的高超演技能力展露无遗 虽然场景狭小 却全程高能 节奏紧得让人窒息 当然他也有韩颖的通病 力气太盛 用力过猛 虽说剧情有不少说不通的地方 但走极端才能看得爽 这也是韩国商业片普遍很抓人的原因 标准惊悚片的基本人设就是让一个局外人突然陷入困境 家住韩国首尔的尹英华同学 原是SNC电视台的当红主播 但不久前刚与当记者的妻子离婚 还因为走窄犯了错误 被下放到电台 主持一档名叫《每日头条》的栏目 众所周知 在鄙视链上 电台排在电视之后 又到了周一的上午 尹英华正在主持节目 他戴着墨镜 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本期的主题是政府的税收改革法案 下面到了与听众的互动环节 很快有电话打进来 一位信嫖的听众对尹英华发牢骚 说自己最近交的电费越来越多 很明显是睡法出了问题 尹英华有些不耐烦 千人百面 总会遇到脑子不清楚的人 于是掐断电话接下一位 但正说着突然窜线了 后台朴先生的电话还在 这多人说他不挂 没办法 尹英华压着怒火 劝他别闹 对方恼羞成怒 说我手上有个大炸弹 你要是不跟我闹 我就把马浦大桥炸掉 尹英华火也上来了 说瞧瞧你赶紧炸 我们都懂得吃瓜围观 电话虽然掐不掉 但可以静音 尹英华定了定情绪继续主持 但此时传来一声闷响 大家注意此时影片的画幅悄悄改变了 从2.9比1悄悄转成1.85比1 这是在暗示好戏开场 导演设置了五台摄像机对着何正宇 全方位无死角的展现他的反应 以此来制造压迫感 这样的形式非常考验演技 被炸的马浦大桥南岸 就是韩国政治经济中心如已倒 各大电视台 金融总部 包括议会大厦都坐落于此 总统现在正在那开会 选马浦大桥引爆 明显是想把事情闹大 刚才朴信观众的电话回播是个空号 银华脑子一团乱麻 这事大了 他抓起笔回忆刚才的交谈细节 听众好像提到过 名字叫朴鲁龟 建筑工人 他边写边打通了报警电话 但接通后他盯着独家两个字 大脑飞速的运转 明显赶紧跑到导播室 阻止制作人报警 这是一起恶劣的恐怖袭击 但同时也是一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机会 现在全国肯定已乱成一团 而他们是唯一接触过引爆者的人 差不多就相当于911发生时 刚好扛着摄像机经过双子塔楼下 刚才朴鲁龟说还会再打来 只要捂住信息员拿到劲爆独家 颖英华定能一举成为韩国头号主播 说服制片人后 颖英华马上行动 先打电话给台长 说自己有个大案子 并放了一段朴鲁龟的录音 手持王牌好奖价 他要求现场直播 之后调回去继续当主播 台长也是个老狐狸 这样的领导必须威胁一下才行 此桥段设计的很精妙 打电话同时角色并没有闲着 而是上下一通捣尺 他包里随时戴着领带 剃须刀发辣 由此可见颖英华的野心 他绝不会甘心永远屈身广播台 时刻找机会要杀回去 走牢上的屏幕 在滚动播放着友台新闻 马普大桥被从中间炸断 万幸那时没有车辆经过 恐怖直播的预算 很大部分都花在了 室外的灾难特效上 英华看着窗外的大桥心中暗喜 现在他是全韩国 最接近恐怖分子的人 如果此事圆满解决 前期没准也会回到自己身边 换上戏符 节目继续 没会儿朴鲁龟果然打来电话 承认马普大桥是他炸的 得到这句话后 尹英华果断掐掉直播 拿起听筒与他私聊 与此同时 导播间涌入了一大堆员工班设备 按照与台长的约定 这里马上要改造成电视直播间 原先的制作人被扫地出门 谢莫杀驴这手 尹英华玩得也很溜 此时全电视台都要围着尹英华转 连前期都去爆炸现场直播了 在重新通话之前 台长与尹英华把故事的走向设计好 最好是引导罪犯洗心革面 自首归案 这样既赚到了流量 还主持了正义皆大欢喜 但电话一接通就跑偏了 看来恐怖分子有备而来 知道媒体的套路 而且说了个有零有整的数 这笔钱是后面的一个大伏笔 这事尹英华做不了主 小只以擒动之一里就是不行 眼看主舌头的鸭子要飞 却得知台长已经付了酬金 只要收市率报表 借点钱花的值得 而且口头承诺尹英华 只要表现好 明天马上主持黄金时段栏目 直播正式开始 在尹英华的引导下 朴鲁归说出了他的故事 30年前 他作为建筑工人 参与马普大桥的修建 两年前外国使团来访 就启动了大桥修复计划 朴鲁归为了赚取微薄的酬劳 继续上工 但某天晚上 因为安全措施不到位 三个工人掉入江中 救援队赶到不及时 导致死亡 事后连补偿金也没有拿到 所以对政府充满怨气 刚才要求的21亿韩元酬劳 就是深雇赔偿 接下来他又提了一个额外的要求 电话中的声音 明显是个年轻人 耳侧不会超过25 30年前 他还是液体 肯定不能去建大桥 应该是朴鲁归的后人 在代替他复仇 注意此时 尹鲁华的表情 明显是暗自嘲笑 心里想 你咋不想见奥巴马呢 可面子上 还是客客气气的劝导 朴鲁归马上僵了一军 放出此前 尹鲁华 击他炸桥的录音 台长一看不好 就先暂时让尹鲁华下播 这事如果上纲上线 算怂恿犯罪了 此处有一个逻辑上的缺陷 面对几百万观众的直播 打了这么长时间电话 警方却还没现身 国家级的安全部门 竟然无法破解 一个年轻人的电话加密 好吧 韩国犯罪电影里 日常黑警察 大家习惯了就好 尹鲁华看着屏幕上 接替他的女主播很鬼火 朴鲁卫却很给面子 说我只跟尹老师聊 再不同意请总统来 我就继续引爆炸弹 小姐姐废了 估计也没人再敢接着活 还得尹鲁华来 他先命人把话筒拿走 换上了无线麦 朴鲁卫的电话再打来 尹鲁华此时再也不敢 小视这个心系守黑的恐怖分子 此时注意那个 安装无线麦克风的小伙子 恐怖分子不可能 一边抓麦克一边打电话 所以刚才那个小伙 肯定不是凶手 可能是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掉了包 尹鲁华前妻 现在正在爆炸现场直播 此时第二次爆炸发生 马普大桥的另一侧又被炸断 只剩下中间桥墩子支撑 有十几个人被困在桥面上 尹鲁华心中惦记着前妻安危 但直播不能停 只好强打精神 报到现场情况 朴鲁卫依然坚持要见总统 给了十分钟的现实 他连总统现在在旁边的 国会议事堂都调查清楚了 并禁止警方营救断桥上的人质 否则把唯一的桥墩子炸掉 政府那边迟迟没有反馈 银华只好直接打到青瓦台 是危机管理处的金秘书接的电话 局势比较尴尬 工人修桥坠僵 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现在只是朴鲁卫的一面之词 如果总统出面道了歉 那下回再跑出一个恐怖分子 提更过分的要求 还满不满足呢 比如黑镜里那样 对于总统来不来 秘书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只能打太极 此时见来一位女士 她自称反恐队长 通过监听 告诉尹银华正在追查电话 你尽量拖住朴鲁龟 此时画面转到被困的桥面上 有一辆白色轿车卡在了断裂处 车上似乎是一家人 众人将两名孩子救出 但悲剧却发生了 朴鲁龟听上去也心怀愧疚 但开弓没有回头键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此时尹银华看到题字板上 写着一辆黑色防弹车 驶入电视台停车场 她心中窃喜 终于有人来救场了 但出乎所有人预料 来的人不是总统 而是以脑门子官司的警察局长 她刚入座就打断了尹银华开喷 大致意思是 我们不跟恐怖分子谈判 还拿出朴鲁龟的照片 说你儿子倒了八辈子血霉 摊上了一恐怖分子爹地 现在投降 饶你不死 韩颖常规黑警察 传统异能 习惯了就好 局长雪剑演播室可太刺激了 收视率必然爆表 反恐队长发现银华身上的炸弹 说你等着我叫拆弹组来 并判断凶手是通过摄像头监视 银华一个从小上名校 长大近名起的精致利己主义精英 哪见识过这个 直接吓吐了 跟台长说 哥主播我不要了 命要紧 台长说你现在要拖延时间 逼朴鲁龟杀掉桥上的人质 这样就可以将其彻底妖魔化 再抓就名正言顺了 所以银老师您再挺一会儿 只要收视率破了70% 我部长的位置应该就稳了 并逼着他念提词器上 激怒恐怖分子的狠话 银华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 但这么理直气壮的吃人血馒头 还是头回听到 真是大开眼界 朴鲁龟又来电 银华内心激烈斗争 听台长的 桥上的人质有危险 但不听他前途近毁 最终良知战胜了恐惧 他告诉朴鲁龟总统会过来 条件是你也必须来到摄影棚 接受当面的道歉 但此时突发变故 朴鲁龟问 之前你为什么被降职 是不是说了什么黑钱 屏幕上的友台主播说 刚刚收到匿名爆料 以银华受贿的证据 那位主播直接把电话 打到了直播间 与银华对峙 这一切都是台长搞的鬼 正两难之际 电话响了 反恐队长发来短信 说总统现在已在隔壁房间准备 高度机密万物泄露 以银华文之精神大振 否认了一切指控 还倒打一耙说 友台为了收视率不择手段 难道你认为观众都是傻叉吗 但接下来 对方又把他得知恐怖袭击 故意不报警的事翻出来 这就难办了 因为举报者 就是那位被以银华亲手赶走的制片人 这是苍天饶过谁 知名主播连爆两个大黑料 这下不用恐怖分子出手 台长的KPI就已经达标了 现在苍鲁龟无法相信 尹银华能把总统请来 威胁要引爆他身上的炸弹 此时尹银华为了保命 只好把总统马上就到的消息 曝出来 还拿出手机上的短信 毫不由于把反恐女队长给卖了 但是大家稍微一思索 这个消息肯定是队长忽悠他的 刚废了一个警察局长 怎么可能再让总统犯险 而尹银华还被蒙在鼓里 为了再拖延一会儿 导播把画面切到了大桥现场 屏幕上正是尹银华的前妻李志秀 摄像机在第二次爆炸中损坏 只能用手机拍摄 扎品质凑合着看 现在唯一的桥端子随时可能塌掉 伤者急需救治 女记者希望允许直升机下来 至少把女人与孩子救走 在尹银华的请求下 朴鲁龟勉强的答应了 看到心爱的人在眼前死去 引划肝胆剧烈 完全惯性的说着一些套词 履行主播职责 什么总统恐怖分子 现在都不重要了 朴鲁龟也知道事情真的闹大 他的本意应该并不想伤人 第一次还是踩着 没有车经过的点引爆 只能想到弄到不可收拾 队长打了电话 说终于锁定了朴鲁龟的位置 就在旁边的大楼 现在马上实施抓捕 朴鲁龟也同时在屏幕上 看到了楼下的警察 还有来个鱼死网破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验宾了 这位建筑工人的后代太牛叉 要精准爆破一栋摩天大楼 可是个高级技术活 知道为什么老说 韩国电影人用力过猛了吧 但这样的剧情安排 确实看着刺激 首尔如一岛CBD 现在看起来就像被 哥斯拉林兴过一样 李英华满脸是血的醒来 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他还是狠手规矩的 坐在椅子上不敢动 这位老弟是真的猛 惹不起 电话响了 是青瓦台的那位金秘书 寒暄一番后 图穷避陷 说现在搞成这样 恐怖分子就算死了 政府也会饱受指责 得需要人背锅 你有受贿的钱科 黄土已经埋到裤腰带 就发挥余热扛一下吧 此时坐骑也响了 是朴鲁龟 李英华一看来险 竟然是从被品储藏室打来的 原来朴鲁龟一直都在电视台里 而且这里也装了一颗炸弹 李英华痛哭流涕 真是招谁惹谁了 千刀万剐 朴鲁龟看他可怜 说你身上那个炸弹是假的 赶紧逃命吧 他气急败快的摘掉耳机耳麦 整整一个多小时 李英华的屁股第一次离开了椅子 导播间上的新闻没有断 警方已经查出建筑工人朴鲁龟 已经在两年前的桥梁修复事故中身亡 可以想见恐怖分子就是他的宰 李英华被当猴耍了半天 他要反击 这里导演设计的很巧 或者说为观众与恐怖分子设了个障眼法 李英华先拿了鸡卷带子放进机器 架好摄像机 进入直播状态 观众会看到李英华的告白 说之前我太拿意 以为把总统请来道歉 就能感化恐怖分子 没想到这狗崽子不识抬举 那就莫怪老子发狠了 此桥段有点绕 观众看到的是连贯剧情 但其实是两段拼接在一起 李英华的自白是在三号房间拍摄 但并没有实时直播出去 只是录在了袋子上 然后李英华跑到楼上的房间 将袋子上的内容拨出去 恐怖分子看到了直播被激怒 此时李英华在楼上猫着 等凶徒进来突然切换直播开关 注意那个on air亮了 让恐怖分子出现在画面上 然后跳下 这么做是为了向千百万观众展示 自己跟恐怖分子不是一伙的 这样做是在赌 他并不能保证恐怖分子 一定会激怒来到直播间 犯罪心理学上有一种效应 说犯罪者会倾向于回到罪案现场 李英华赌赢了 这孩子一脸稚气 大学生模样 李英华不管那么多 可逮着只蛤蟆 必须得钻出屎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 留给大楼的时间不多了 欧斗中朴鲁坠楼 李英华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宣传海报 几个小时前 他还是个民主播 虽然被下放 但好歹算是有头有脸 现在这是冰火两重天 地上散落着一张文件 是刚才警察局长留下的 照片上的年轻人 就是朴鲁归的儿子朴陈佑 也就是恐怖分子本尊 当然朴陈佑现在还不能退场 他一手抓缆绳 一手抓起爆气 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得清楚 他不是刚才那个 为李英华戴耳麦的小伙子 刚才有提到备品储藏室 应该就是在那儿掉了包 李英华问小朴 韩国有一大堆主播 你为啥就揪住我不放呢 小朴说我父亲生前是你的铁粉 你说什么他都相信 没想到一样是个混蛋 现在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李英华动了恻隐之心 想把小朴救上来 你现在死了就死了 要报仇的前提是活着 小朴似乎也被说动 拉住李英华的手向上爬 但此时警方突然冒出来 全场表现弱击 这回打得到停准 尹华刚才还要置小朴于死地 现在却有些伤心 电视屏幕上新闻还没停 江上的搜救队 找到了前妻李秀英 但抢救无效 已停止呼吸 新闻里在播放着 总统假模假设的发言稿 尹华万念俱灰 想保护的人一个都没活 而自己就算没死 也不可能再当主播 大概率还得坐牢 尹华现在手上握着起爆器 还有一颗炸弹 正埋在SNC大楼里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此时导演的心里铺垫一足 干脆一炸解千筹 这个设计巧妙的镜头 为电影画上了句号 大家注意 最后落地时出现了一栋建筑 它应该就是片中提到过的 国会议事堂 还真就是照着现实建的模型 韩国老铁 你们的尺度确实牛逼 我服 而且这跟老美动不动 就把白宫平了还不太一样 恐怖直播里有更强的政治意味 导演把韩国的上层精英 无论是商界还是政界 排队讽刺了一遍 媒体只关心收视率 带头吃人血馒头 政界也夯瀉一气 操纵民意 野心家们干活不行 带节奏第一名 精准的剪辑与叙事推进 即使偶有bug依然如水银泻地般流畅 何正宇的演技让人力正鼓掌 这基本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没有他电影不会如此的精彩 但这也毕竟只是一部商业故事片 要卖票房的 导演为了戏剧效果 必须树立正与邪的激烈对抗 现实中的政治不是这样的 各方利益的平衡与拉锯极为复杂多变 善与恶全都在灰色地带 不会如此分明 正只是一门大学问 顶尖的政治家比顶尖的科学家还要稀有 远非一部电影可以解释清楚 近20年韩国电影产业飞速进步 其中的一个大类型就是政治惊悚 除了恐怖直播 几乎每年都会出几部新品 比如铁语 特工 局内人 王者等 共同点就是往死了黑精英 黑政府 这已变成一种娱乐产业了 经常会出票房爆款 各大公司也很愿意投拍政治题材的电影 为什么非要黑政府黑精英呢 因为民众爱看 这也很合理 相信阴谋论 喜欢追逐负面消息 是进化赋予人类的认知本能 咱们祖先里那些热衷于相信坏消息的同学 更容易活下来 哪怕坏消息里99%是谣言 只要有一条是真的 就能保命 每次听到警报 却不当回事 葛优唐的傻白田们都被猛兽吃了 我们就是那些倾向于相信负面消息的 智人的后代 恐怖直播里不光是黑了 甚至还带了点无政府主义 但政府这东西又不能没有 现实中没有任何国家 可以在无政府的状态下走向强盛 全世界最有名的无政府地区是索马里 那里的特产是海盗 看韩国的政治电影 会有一种水深火热的感觉 其实放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 韩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还是很可以的 比它烂的海了去了 否则也不会出现40年的所谓汉江奇迹 这跟韩国政府的有为直接相关 这次新冠疫情也能看出来 虽然刚开始有些犯二 但很快就控制的还不错 把政府说成是天使或者魔鬼 都无疑是片面的 电影可以那么拍 毕竟艺术加工 看得爽为第一要务 但电影那样治国 国家也就玩犊子了 以我是不是聊跑片了 得就这么着吧 如果觉得按做的还行 那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比赛